那今天我们来试驾的是森兰S7的真诚版 那究竟这款新车有哪些吸引用户去关注的地方呢 今天我们一探究竟 好了从森兰S7的一个外观来说 它的智能灯与交互套件的无疑是最受注目的 首先呢它全车多达696颗LED官员 用户呢可以实现自定义的定制 提供了一个可玩性还有一个个性化 那森兰S7的风阻技术呢达到了0.258 那相比Model Y0.238来说 相对来说会高一点点 但又比比亚迪的Song Pass的0.32呢会更低 所以它整体的一个流线型会更好 同时呢定位于中型SUV的森兰S7呢 它的长度呢达到4750毫米 宽度呢达到1930毫米 高度呢也有1625毫米 加上2900毫米的一个轴距呢 我相信它的车内空间是十分宽敞的 你们不相信吧 我们现在坐进去看一下吧 那现在呢我就坐在森兰S7的一个后排座椅 驾驶型呢 刚刚也是按照我的一个驾驶的位置呢 调好了已经 那看一下我后排空间啊 现在腿部空间的话 基本上有三拳的一个距离 那头部空间呢也有一拳 当然了它整体的一个座椅的舒适性啊 还有一个呃 承托性还很好 特别是这个坐垫的一个长度 它可以很好的一个 承托我的一个大腿的位置 所以做起来 对于我这种1比7左右的一个身高来说呢 我觉得很舒服 加上了它一个纯平的一个地台 就像我现在坐在中间的话 我脚其实也可以很舒服的放在地台上 也不会说很累 所以呢 如果后排同时容啊 三位成年人呢 我觉得长时间乘坐呢 也是很舒服的 那好了 现在我就坐在森兰S7的一个驾驶位上面 可以看到啊 它的一个整体的内饰都非常卷页的 主要呢 它是有一个三平互联的一个功能 怎么三平反呢 首先可以看到我前方这个15.6的智能转向向日回频 为什么说想向日回频呢 因为它是可以自动转向的 除了可以 根据主驾是否有人的情况下自动转向 而且还用手动操作 好像我现在可以手动的居中 然后还有可以偏到副驾驶位上面 可以看到整体的一个偏转呢 可以多达15度 所以看起来的一些数值呢 非常的直观 非常的清晰 除此之外呢 AR的HUD呢 它的功能还有显示的一个信息的十分的详细 无论我们在驾驶的过程中 还是我们在平时在一些雨天啊 或者比较恶劣的一个天气使用呢 我觉得都是非常清晰的 除此之外呢 其实它还有一个副驾的一个12.3的一个副驾屏 那当然了 我们由于这款车是试装车 所以它没有配备 这个屏幕呢 之前我在纯电板的一个设驾过程体验当中呢 感觉它这个屏幕的亮度 还有它的分辨率都非常的高 它这个12.3英寸的副驾屏呢 可以让我们副驾驶的一个乘客呢 可以享受更多的旅途的一个乐趣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生蓝S7的车机呢 配备了高通骁龙的8155芯片 所以呢 它的整体的人脸识别 语音交互 还有触屏反馈呢 操作都非常的灵敏 同时呢 它的表述回应 还有人车互联呢 使驾乘者呢 可以享受到丝滑的操作 可以解决了用户操控车机 屏幕卡顿呢 操作不流畅啊 以及车机与手机系统连机速度慢等痛点 可以让用户乐于使用车机的娱乐功能 那生蓝S7除了高颜值还有高配置之外呢 它的真程版呢 还具备了纯电驱动 以及长续航 还有低能耗的一个表现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这款车的一个综合续航呢 可以达到1120公里 它的纯电续航呢 也能达到200公里 整体的一个亏电油耗呢 也低至4.95升100公里 所以在同级别特型当中呢 它是很有优势的 除此之外呢 真程版的一个操控质感 我觉得挺不错的 虽然它是一个后轮驱动啊 但配备了后HB的一个多连感独立悬挂呢 整体的一个转向 还有它的一个过弯的一个循迹性 我觉得非常的好 都而且整体的一个 特别是过这些颠簸的路啊 它的悬挂系统 可以把这种震动的减缓呢 不会直接传到车内 另外呢 深蓝S7的真程版呢 它提供了五种的一个驾驶模式 可以选 包括了经济 舒适 运动 专属 以及自定义 除此之外呢 它的能量回收强度呢 可以自定义的调节 它可以在0.2到0.05之间 用户提供自定义的一个选择 当然呢 如果选择0.05的话 它给你的感觉就像一个开燃油车的感觉 拖踹感就没那么强 如果你调到0.2呢 给你感觉就是像开单踏板模式一样 松一下这个电门踏板呢 它就很明显有一个拖拖感 那通过这次简单的一个试驾呢 我感觉深蓝S7的一个整体的质感 还有动力的一个输出呢 特别的舒服 原因呢 因为是纯电的一个驱动 以及它的一个底盘的操控啊 还有就是这个增程器 以及它的一个动力的一个逻辑 非常的好 整体给我的感觉 其实跟开一辆纯电车型 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 正因如此啊 所以它的一个能耗表现呢 也是十分的低的 即使我现在开的空调 开的最大风温度调比较低 它的能耗表现呢 还是在跟官方的一个数值的相差不太远 那随着它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公布呢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消费者对它感兴趣 也希望更多的消费者 可以去轻身的去试驾一款车 体验这款车的魅力 相信你会被它吸引住的 通过刚刚的一个智能化的体验 以及空间的一个体验 价乘的感受之后呢 我觉得深蓝S7真诚版 给我的最大印象就是 它会比纯电版本呢 操控性会更好 而且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质感 还有动力的输出 以及底盘的结构呢 在同级别的车型当中呢 是十分有优势的 深蓝S7共推出五款车型 售价区间为14.99到20.29万元 其中真诚版共三款 售价区间为14.99到16.99万元 纯电续航分别为121公里和200公里 纯电版共两款售价区间18.99到20.29万元 CLTC供换价续航里程分别为520公里和620公里 并且新车还提供了五种选装包 包括价值1.2万元的超感自响套件 价值6000元的智能交互灯雨套件 价值6000元的21英寸运动轮毂套件 价值2000元的20英寸运动轮毂套件 以及价值2000元的赤云城及雨簧专属车身颜色 如果你有想更多了解这款车的一些内容 不妨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会第一时间回复你